開車上的最熟悉的駕駛座又要上公開計程車 25年這回因為打乘客上了新聞版面 高薪駕駛有話要說 當天他三字經標不停駕駛指控說 原本說好就是開到這邊 但富人卻堅持要往前多開一點 才會爆發衝突 覺得對方停車了還要續開 似乎被找麻煩 證明高薪駕駛48歲開計程車25年 但和乘客爆衝突不是第一次了 三年前也是因為搭車乘客說 你怎麼用導航被質疑有繞路 雙方爆發口角 當時他被告傷害判拘十天 只是如今又摔乘客 他這麼說 對於莊小姐怎麼會摔滿臉上高興 小黃運長自己有一套說法 只是對照畫面 這一摔畫面清清楚楚 架是最後反哄 莊小姐毀損傷害 網友也不力挺 對於司機打女人都說很沒品太誇張 但也有人覺得是被害人自己不尊重再嫌 但打人就是不對 這回自己吃上傷害罪恐怕又得上法院 就走不動了